今天是中三數學 measures of Central tendency 集中推出量度 而今天的主題是 專注在 Group Data 的 Min 和 Mode 什麼是 Group Data? 就是將很多 data 分為一組組的列表形式 就是 Group Data 待會 第二節會有 先講個 Min Min 說明要 Request 剛才的chart 即 Frequency chart 中文叫頻數分布表 低方向畫 Histogram 之前有一個列表 先看例子 這裡有 40 個女生的體重 每一個組別是 45 至 49 至 50 次 物色 旁邊有 Frequency 發生率 例如 3 個女生的體重 就 fall into 45 至 49 kg 之間 4 則有 4 個在 50 次 物色 通常旁邊的 Classmark 和 FX 都被判斷 要填一填 何謂 Classmark 可能是低方學過但忘記了 Classmark 技師就是在每一組的中位數 為甚麼呢? 最簡單就是把 1st Class 45 和 49 頭和尾 加上除 2 47 則是中間 而下方是 50 和 54 加上除 2 而 which is 52 之下的幾格都是這樣計算 最後就是 77 而 FX 是甚麼意思呢? Column 有 F 和 X 就是這兩個 Frequency 就是 F Classmark 就是 X 而 FX 就是 F × X 所以這個空格 就是把每個 Frequency 乘回原本的 Classmark 所以第一個空格是 3 乘 47 which is 141 然後下一個空格的 288 就是 4 乘 52 然後如此類推 先計算多個項目 最後要計算 Total 第一個 Frequency 就是 40 which is 同個表一樣 加上有 40 個女生 然後 2480 就是把 FX 的 Total 加上 有一個顏色給你 原因就是 待會的 Min 就是把反紅色的 2480 去除 40 但公式先給大家看看 就是把 Sum of Classmark 每一個 Classmark 乘回對應的 Frequency 加上 Over Total Frequency 就是 Group Data 的 Min 的計法 然後馬上用回剛才的粉紅色 2480 over 40 這樣就會計算到這組 Data 的 62 kg 就是 Min 然後下一個就是 Mode Mode 就是一個單數的整數 但現在整個表沒有一個數字給你 所以它會進化為 Modal Class 的物體 就是 Class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Highest Frequency 都是沒有變得的 Definition 不過我們要轉接為一個整組去問你 Modeal Class 就是這個意思 剛才哪一組是最多 Frequency 的 是否看不到呢 那我們很細心 立即給我縮途你 最多 Frequency 是 9 這個 即是 55 至 59 那你就不要回答 55 至 59 因為很多時候會扣你 Uni 分 所以整個組回答的時候 就要迫 55 至 59 那麼多 KG 了 喂 明白的同學 記得 Subscribe 你們的數學 999 考試 不用手呀 手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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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聲音 S minded